再来关注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准备情况 河北重礼太子城冰雪小镇位于冬奥会张家口赛区重礼核心区 涵盖了张家口颁奖广场 张家口制服和注册分中心 两大非竞赛场馆 以及冬奥接待酒店 冬奥住宿保障酒店等服务功能 近日冰雪小镇首批冬奥住宿保障酒店交付了 太子城冰雪小镇近邻太子城高铁站 从北京乘坐京章高铁一小时 就可以直达张家口赛区重礼核心区 首批交付的酒店位于冰雪小镇文创商街19组团6号楼 冬奥会期间将为冬奥会服务保障人员提供用房 满足住宿需求 在6号楼二层的客房记者看到 蓝红橘等丰富的色彩划分出不同的客房区域 进入房间内部 洗手间置物柜等设备已经具备使用条件 外观统一是六边形的雪花瓣造型 那么对于室内的装饰装修来说呢 就提高了很大的难度 我们通过一些改进缩小隔墙的厚度 能够为以后的入住者提供更多的空间和体验感 据了解冰雪小镇内的冬奥住宿保障酒店 一共有五座 总体客房数1700多间 已交付400多间 其他客房会在近期逐步验收交付 同时作为冬奥接待酒店的周济和易衡酒店 正在进行内部装饰的收尾 计划于12月底投入使用 其他配套保障工程也正在有序推进当中 感谢您的感觉